柬埔寨的水上渔村,逐渐在旅游夜开始出现被人们关注。 因为这里居住住大量曾经逃难过来的越南难民,也被称为越南福村。 这里的学校、教堂、商店、餐馆,都是在水上。 交通方式都是划船。 1978年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,一直打到首都金边。 推翻了当时的波尔布特政府。 因为战争很多背景离乡的逃难老百姓,逃到了柬埔寨。 如今,这里近千户越南人连线在一起,形成了如今巨大的水上村寨。 越南有将近12万的难民,牵制柬埔寨。 这些人目前主要居住在洞里塞湖周边。 由于各种原因直到现在,越南和柬埔寨,也没有认可他们,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国籍无户口的黑户。 既回不到越南也登入不了柬埔寨,最后形成了水上村寨。 亥济到来时,水卫线又开始下落。 陆地就开始浮现出来。 到时候除了现在这条航道,其他路出陆地的区域就被种上水道。 同时这个时候,整个渔村也会向更远的深水区迁移。 村民以捕鱼为业。 然后会在码头与柬埔寨的人进行交易。 每个人生来就熟悉水性。 洗澡在这里,就变得非常简单了。 跳到河水里就可以了。 他们生活在这片不属于自己国土的国家里。 不管多么遥远对他们来说,他们不希望有战争。 他们只想好好的生活。 有家人在的地方那就是家。